那个改组在即被指为入阁有望的高铁执行长欧敬德 那么会不会接受马总统的征召入阁呢 在今天欧敬德是以红十字会理事长的身份到了灾区 那么他怎么回应的 我们要请记者杨爱迪来告诉我们 爱迪 好事主播 被指入阁有望的高铁执行长欧敬德呢 今天早上呢 是现身在这个红十字会参加礼监事的会议哦 那被执行到呢 是不是呢会可能呢会进到这个入阁里面呢 甚至呢那个对于这一次的勘灾的情况呢 有没有什么意见哦 他是呢没有对这个媒体有任何的表示哦 只有笑而不答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勘灾后心得吗 或是现在最先主要要做的事情 对不起我们今天就完全谈这个救灾的事情好不好 对对就是救灾的事情 最先要处理的事情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应该为了问我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媒体呢这几天的连番询问哦 欧信德呢好像已经心理做了好了准备哦 是口风很醒呢 是都不愿意说出任何的表示哦 那后面红十字会的理事长呢 是在后面的缓夹说呢 救灾的情况呢 应该是问他比较清楚哦 所以呢对于这个救灾的情况 勘灾的情形呢 第一要务是什么呢 欧信德呢也没有多做的回应呢 是低调的直接进去呢 加入了这个勘灾的会议 以上是现场情况 还给主播